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很可愛 很可愛,摸著眼睛 包竹谷,聽說是過繼的 是嗎?怎樣? 即是不是李先生 當然 為何這麼貴似你? 是嗎? 是否修馬那座山 是嗎? 你聽他胡說吧 整腐力真的可以… 你胡說吧,告訴我 我現在宣布 我鄉下的堂弟弟的兒子 現在給我過繼,即是我兒子 總之你們今天… 不要胡說,二十四 總之不要說我母后人 人丁單磅 我已經有香龍等了,知道嗎 恭喜你… 恭喜… 大家開心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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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這個小子很像… 是 你看看他 天庭飽滿,各自候面 臂赤後方 帶來很多富貴,福禄相收 真的嗎? 這個小孩的時辰八字 跟你們很合格 是呀… 他跟那個對戀是適合的 所謂春夏秋冬,行好運 東西南北,如貴人 真的好 兒子是天龍託世的 會帶來你們時來運轉 是呀 真是勝利貴人,真是乖 大師,順便幫我的孩子起名 起名嗎? 乖… 既然帶來時來運轉 不如改成轉運 師父,你歸姓名 小姓譚叫獻丙 貴子就是譚轉運時也 譚轉運? 好聽,又好叫 這麼好聽,真是魔鬼 小小意思,一誠敬見 謝謝… 不斷煎,我走了 好…謝謝… 快走吧 謝謝… 謝謝… 譚展文… 不,我們今天要收拾金箔 是呀…譚主婦 別客氣 別客氣 譚主婦 譚主婦,譚主婦 阿楊主婦,阿楊主婦 阿楠…你看誰來了 阿楠 表姐 阿櫻 阿楠,真是阿楠 阿楠,真是我,表姐 你… 剛才我送衣服出去的時候 看到有個女人到處問我們大院的地址 我一看原來是阿楠 把她帶回來 阿楠,真是很久沒見你了 要在我們這裡多住幾天 老公,快點去買菜吧 好… 阿楠,真是很久沒見你了 你…你怎麼會來廣州的? 我那時候不是嫁去少慶嗎? 誰知道我臭老公不生性 不僅好吃懶做 還要天天掛著賭錢 輸了我家裡的錢 氣得我家婆也病了 是,我也沒辦法了 我兒子出生不夠兩個月 我就要出來廣州做住家公 幫人家做奶媽賺錢 我已經出來廣州一年了 前幾天才被人辭職了 你出來了這麼久 你…為何現在才來找我? 不好意思,表姐 我之前一直都沒有你的地址 是上次回家問表嬸 這樣才能拿到你的地址 所以今天才找到這裡,找到你 那好吧,就在這裡住幾天 到時候我在這裡附近幫你找一份工作 真是麻煩你了,表姐 真是太好了 傻瓜 不用客氣的,進來吧 阿嵐,你真是麻煩你了 你真是請人幫你洗衣服 你真是會開玩笑的 我們這些窮人家 賺一個錢就算一個錢 哪有閒錢就去聘請幫忙 這個是我的表妹,阿嵐 阿嵐,這個是我去大院的包租房 八姑 八姑,你好 好,阿嵐,你知道阿丙哥 昨天抱回來的那個契仔 弄得我一整晚都沒有睡覺 我又不懂得照顧兒子 你知不知道呢? 幫忙照顧兒子的照顧兒子 我介紹一下 阿嵐,你真是問對方 我這個表妹阿嵐 她之前在東山那裡是幫人照顧兒子 前幾天才遲一份工作 你請她,你請她就對了 是真的嗎?這麼巧? 是呀…我之前幫人照顧兒子的 她是不是真的行的? 包租婆,當然是真的 我們住在同一個大院 每天早上見口晚見面 我騙你無錢賺的嘛 那倒是,你真是肯臭小子吧? 是呀 那你趕快跟我上去吧 阿嵐,上來 阿嵐,好… 我家裡是住三樓的 丙哥… 阿嵐,阿嵐 阿嵐,別這麼大聲 她兒子剛睡著而已 阿嵐的表妹叫阿嵐 她很會照顧兒子 我就打算叫她幫我們照顧兒子 阿嵐 你好 你生兒子沒有? 生兒子…我鄉下有個兒子 那也好,那你用心替我照顧兒子 如果你照顧得好,我不會虧待你的 是呀,那有什麼事你跟她談 我先照顧兒子,照顧兒子 你記得一天三餐給我餵飽兒子 但不要餵得他這麼濕 免得撐壞他嘛 知道了 懶得聰明,一天要幫孩子洗一次涼 磨小磨尿一定要幫他抹乾淨、洗乾淨 如果屁股有點濕 我就為你示文,把你的薪金全都扣 我知道了 還有,那個孩子就跟你睡覺 但是那個孩子還沒睡,你不准睡 免得你睡著覺,死豬地摘起我兒子 知道嗎? 伯姑,我答應幫你照顧兒子 我一定會盡心盡力的 你放心吧 就是好說 表姐… 阿櫻,你不是幫阿包娃婆照顧兒子嗎 你怎麼走下來 表姐,有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伯姑那個小孩是我的兒子 你… 阿櫻,你們看錯了吧 我看得很清楚 我抱著那個小孩 我就覺得他是我的兒子,繼宗 他不僅哭的聲音像 他就連頸子的胎字都一模一樣 胎字都一模一樣? 這樣就奇怪了 你兒子在紹興那邊 怎麼來做包娃公的家鄉 她的…潘儀的親戚那裡 是呀,我想你可能太長時間 沒見過兒子,乖乖的承認著 是吧? 或者是,但是我總是覺得 他是我的兒子 你看,阿櫻經常掛念他兒子 不如這樣吧,阿櫻 你快點回鄉吧 你很久沒回去了 是呀,你的話題 他剛剛答應了包娃婆做 你現在走了 包娃婆一定會罵死 這一層別管這麼多了 自然要他回去看兒子 阿櫻… 你怎麼撞鬼了? 留下孩子不臭就來這裡聊天 不用到嗎? 包娃婆,這樣阿櫻家鄉家裡有事 她要回去一次 那就是壞我 你說不做就不做 那誰跟我照顧孩子? 我要罰她的 八姑,阿櫻家夠慘 你還要罰她,真可憐 再說,我們都這麼多年街坊了 就算給我們面子了 是呀,我給你面子了 誰給我面子了? 孩子是誰照顧孩子? 是呀,包娃婆 我明天幫你找一個人回來 幫你照顧孩子好不好? 你說的,如果找不到你就死了 我們回去吧 表姐… 表姐夫 我現在也要趕快返回鄉看看 那也好 對了,黃沙的晚上有船坐的 你坐船回去吧 好… 表姐 阿櫻 阿櫻 你很鄉下回來嗎? 你怎麼這麼樣的? 阿櫻,是不是家裡有什麼事? 你怎麼整個好像失魂一樣? 你說吧,你不要嚇我,阿櫻 阿櫻,你說吧 阿櫻,你先喝點水 阿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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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什麼都不見了 周哥不知道去了哪裡 連家裡都不見了 隔離家裡的阿叔看到我 跟我說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她說 阿櫻 阿姨,你的家全都散了 你老公最難得 不僅輸掉家的家產 最憂慮的是 他連兒子都輸了 阿姨,他每天早就走路了 我看見這樣,鴿沙被他擊死了 你怎麼會嫁成這樣的人 口供簡直不是人 是呀,現在還想辦法找到兒子 我那天在辦公室見到那個小孩子 我一見到他,我就覺得他是我兒子 阿繼忠 他不但哭過我的聲音 他連頸子的胎字都一模一樣 是嗎? 阿英,你有記錯嗎? 我做老母,我怎麼會認錯兒子 我絕對不會記錯 說話了?難道真的… 不行,我認回兒子 阿英…你先去清淡座 阿英,現在這麼晚了 你有什麼事,聽日子說吧 是呀… 阿英,我們幫你想辦法 好嗎? 阿英 你瘋了嗎?你發小孩了嗎? 怎麼突然說他討厭你? 是呀… 你走 要不然我拘捕你去警署 我告你去私藏文責,拐大小孩 你走,去警告我 真是的 你給我… 賣相好商量…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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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得正好 你管他你的瘋親戚吧 突然說兒子是他的,豈有此理吧 阿兵哥真不好意思 他剛從鄉下回來 受到刺激,精神上刺激 你帶人有大量,不要跟他計較 我不管你,刺激不刺激 總之他搶兒子就不對 你快帶他走 阿兵哥真是抓到警署 打點就,誰來吧 沒問題… 阿兵哥,我去找他… 阿兵哥,我去找他… 拿給我 妙姐,我現在家破人亡 我也不想做人 阿兵哥,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你還年輕,大把世界的 是呀,別這麼想不開 或許會有轉機 阿蘭,阿英已經很累了 不如你先扶他進去休息吧 阿英,大家…進去休息吧 真的謝謝大家,你們一定要幫我 會的… 好,行的 你先休息吧 先休息吧 福哥,金醫生你們也在這裡 我有件事想告訴你們 什麼事? 其實在丙叔抱叔叔回來那晚 阿兵哥,兒子怎麼回來了? 說起來就很容易 我這次不是去廣明辦貨的 那天天辦完貨 晚上的老朋友說帶我去逛逛 怎麼一帶就帶我去賭場 你做了陳村碼頭,逢到也必騙 先責完吧,怎麼賭場呢 就看到那個鄉下人 他什麼叫李榜成 他真可憐,你輸得 田契、地契、屋契、物劣事性 真是輸得一條底褲 我笑他,說算了,不要賭了 你混蛋 他不相信還生氣,說要生氣我單獨賭 怎麼樣? 我,你拿什麼給我賭? 他突然…他負責兒子 原來那對男人很喜歡負責兒子 拿個兒子出來,我替你賭兒子 賭弟弟也可以? 別生氣了,三、兩、兩隻手 就贏了他的兒子回來了 對了,阿英的老公叫李廣成 那這個孩子就是阿英的兒子 那個太子餅豈不是冷手撿他兒子 不行,現在要找他評理 慢著… 先出題 如果太子餅不承認 那個孩子輸得贏了 我們又沒有證據 證明那個孩子是阿英的 那怎麼輸呢? 那…對,那怎麼才能好呢? 阿英… 你讓我看兒子 你怎麼回事?你快點站起來 兒子哭得很糟,你讓我看,我求你 你走不走?你走我,我怕你走 你讓我看兒子 你讓我看兒子 你讓我看兒子?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你讓我看兒子,你讓我看兒子 你求你,你讓我看兒子 他哭得很糟,我想看兒子 看兒子… 看兒子… 這樣也有 看兒子 又是哭得很糟糕,你讓我看兒子 阿英,我們這麼多位街坊 都很替你不看兒子 不過你要珍惜自己身體才行 阿英,不用不擔心,聽街坊說 是,包祖公來了,看看他們玩什麼花神 剛好,大家全都在這裡 阿英,不是我說你 你這麼新的鄉下出來省城 好靠不靠就投靠這些窮親戚 有什麼用的?幫得了你多少? 算了…我最好心的了 我給你一點錢 你回鄉下做小本生意,是不是? 那就搞定了,走吧… 不要,這些錢還給你 兒子是我很辛苦十月懷胎生出來的 他是我的命 如果你不給兒子我,我哪兒都不會去 你真是鄉下牙招,說得不明白 好了…你們各位在這裡 好了,你們替我評評一下你 那個孩子是我鄉下的堂兄弟 他生了六顆,他沒錢養 他說給我一個最小的過計 這就是我的兒子 他無緣無故說是他的兒子 只是柯尿蛇竹筒靠狀 包祖公,說不定是你四處遊蕩時 冷手撿了一個熱煎堆回來 你這個死亡,別說不定是你 你根本想甚麼 我們只是幫你,不幫他 大家說是嗎 對,做甚麼都好,以你服人 包祖公,你剛才說 那個孩子是你的堂兄弟的兒子 你有甚麼證明 對… 我們是親戚 他過計給兒子我,用甚麼證明 我說就是了 八,別跟他說那麼多了 全部都拋走,他們這麼多事 阿櫻,你很趕快撿包袱 還有,裁鋒佬,你們倆我記住 如果讓我明天 還看到這個黑黑貨在你家裡 我連你們也拋走 看你也知道不知道,死 八姑,沒理由 我們租屋就留了客人在這裡住 那你說客人呢? 再說吧,我們租屋的時間還沒到 你趕我們走,你又為了要罰罰款 對 罰…你這個死人頭 你也免得跟我說這麼多 明哥,叫牛局長趕他們走就對了 當然要 不然他們這麼得職 整天都藏起來了 不捨不捨人在這裡 對,看他們是否知不知死 到時候才會死,告訴我 不可以以為自己是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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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我求求你們,你們還了個兒子給我 我求求你們還了個兒子給我 你們還了個兒子 乖乖乖乖 你這是職業火 夜晚晚做甚麼 你還了個兒子給我 甚麼兒子 走… 還了個兒子 走… 阿櫻,為甚麼你做人這麼可憐 弄得要跪在這裡來告狀 阿櫻,你的事大家都有眼見 不過你來警察局告狀沒用 不如先回去吧 是… 對… 我們都想幫你的 好,先回去吧 喂… 你幹甚麼 你… 你這座告地狀… 我看你,你怎麼會這樣 你… 你肥子,你這個傻人,你肥子 你肥子,你肥子,你肥子 你肥子,你肥子,在大院上搞 你肥子,還在這裡,你肥子 你肥子,你肥子,你肥子 你肥子,你肥子 太子餅,你肥子 我肥子,你肥子 你怎麼可以的? 誰給你權利對待我們的街坊? 七哥,你來得正確 誰給你權利對待我們的好街坊 好百姓? 你怎麼閉嘴鬼? 局長不在,你又公布施首? 你還說,牛局長公幹臨走之前 交代我做直班總代理 負責警局的全部事務 你敢對待街坊 演白將他丟進禁備室 反省一個星期 你…你這麼多人? 各位街坊 我們太平洋警局 一向都揭成為百姓服務 剛才都是我的手下不懂得罪了 你們多多包含 你們有什麼恩怨呢? 儘管跟本代理說 我一定秉公辦理 為你們主持公道 蔣官大人 這個壞人太子冰和白姑唱了我的兒子 你一定要為我主持公道,拜託你 先起來… 慢著… 慢著… 長官,這個人是瘋狂的 我的兒子真是我鄉下的堂兄弟 他生了六個,養不起 過計最小的那個給我的 無緣無故把他走來說那兒子是他的 他發子寒,他瘋狂的 快點,你抓他瘋狂怨吧 太子冰,你給我閉嘴 你當我們太平峰會去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輪到你這兒爭文爭武 開門,請 好… 各位街坊… 本代理以人格擔保 一定秉公辦理,還你們一個公道 你們先回去… 有什麼冤枉?進來慢慢說 請,來…進來… 阿櫻,你過了這麼久都口乾了 先喝水… 謝謝長官 你所說的事實清楚,有理有據 本代理一定是你主持公道 那個太子冰簡直豈有此理 搶人仔獄人妻,搞得你家破人亡 簡直無法無天,我不會放過他 謝謝長官,我什麼時候可以拿回兒子 這件事不可以急 我們警局辦案是講程序的 要一步一步來,你先回去 那…長官,我… 你放心,為了公平公正地審你這件案 我已經叫八姑把孩子送來我們警局 由我們警局代為照顧 等案審你清楚之後 該是誰的,就給誰了 那麻煩你了,長官 你一定要為我主持公道 一定…你先回去… 老闆哥,你… 先回去 好… 太平分局,什麼事? 市官的王局長,是嗎? 我是籍班代理張富貴 我們之前見過面的 有人在太平分局告了? 王局長,你知道嗎? 沒什麼,是我沒見過世面的鄉下婆 被人罵兩句就來我們警局搞搞鎮了 是的…不是搞搞鎮 是來要我們主持公道 王局長,你放心… 我一定會為民作主主持公道 謝謝王局長… 七哥,不是上頭這麼快就知道 我是太平分局門口 搞定了我的事嗎 那倒是 現在牛局長出外公幹了,不在那裡 你們班友,聰明聰明 別亂來 搞不好的話,一起收拾好 沒辦法 你放心吧,七哥 我們會努力的 對了 對了,禁閉收拾,叫狗出來 慢著… 還是我和你一起去吧 七哥現在越來越有狗長風犯 胡說 阿狗,沒事吧 阿狗,我也知道今天出手是重了點 不過這樣,今天這種情形 不出手重點,做一場戲 很難平民分的 我只是為公務,你不要記在心裡 那我可以當自己是周如當是王國這樣打 打你,不就多給你機會升職加薪 好,那你不讓我打?我讓你升職加薪 你這麼說,還怪我 九哥,打幾下有什麼所謂 你不是一直都想升職嗎? 你這個沉兜鬼不想?你閉嘴 你閉嘴 話說回來,怎麼對那種鄉下婆 和大腰那些窮鬼這麼好呢? 古耳都有雲,適時冒者就為俊傑 牛長走的時候再三交戴過了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 南京警察總局那裡 把專員下來暗房 暗房的結果 作為郭警局的業績依據 如果今天這件事的街坊洋洋了出去 收不到貨的話,那怎麼辦呢? 原來是這樣 你們這幾天都聰明了 搞好這件事,做得好看看 搞好,陶陶他要請客我的,怎麼說? 這樣又不一樣? 好, 我現在宣佈 太子餅和阿英欠騷子一案 現在開始審理 我先此聲明 我不管你們誰是被告, 誰是原告 一定要拿出確鑿的證據 如果你們吵吵閉, 哭打哭殺 我一定要把你們全部拼殺出去 聽到嗎? 聽到, 聽到 長官英明, 我要求太子餅 準確地說出孩子身上的特徵 你現在大我, 特徵我當然知道 是 少爺, 坐下 阿英, 坐下… 太子餅, 現在阿英要你準確地說出 孩子身上的特徵 你可否說得出來 阿欣, 不…長官 譚主民是我兒子, 他有甚麼特徵 我當然說得出來 我告訴你 我兒子有兩隻眼, 一個鼻 兩隻耳, 一個口 還有…還有一個瓷烏頂 行了… 其實我們譚主民的頸後背有個黑色胎記 是呀… 延伯, 你去檢查一下 是 報告, 那個孩子的頸後面 真的有個黑色胎記 阿英, 你現在沒話好說吧 阿英, 現在太子餅可以準確地說出 孩子身上的特徵 那你為何說得好說呢 問他幹甚麼 都靠白狀 別管太多了 總之我們說出了我們兒子的特徵 你走 慢著 長官, 太子餅還沒說出 孩子身上的其他特徵 你這個瘋婆, 你在搞甚麼 我可說清楚 是呀, 我的孩子的頸後面有個胎記 還有甚麼特徵 閉嘴 阿英, 你說太子餅 還沒說清楚孩子身上的其他特徵 那你不就很確定呢 那兒是我生的, 我當然肯定 坐下… 你 我? 是呀, 就是你 我跟他無故無故, 我又沒有犯事 是呀, 我何時說你犯事 我就要你跟他無故無故 現在我要你做第三方的證人 你願不願意? 麻煩你… 這樣嗎? 好吧 阿英, 你把孩子的其他特徵 告訴你第三方的證人 稍後再在這裡當堂對證 是呀, 走 延伯, 你帶第三方的證人去看看 這邊 來吧 第三方的證人, 你說 這個姑娘說她的孩子的持股定 有顆粒 嚴格, 她說的是不是真的? 報告, 孩子的持股定那裡 真的有顆粒 是呀 太子萍, 你還有什麼好說? 一…不… 長官, 我想起了 你的瘋婆呢 我叫她跟我照顧兒子幾天 她照顧兒子, 跟兒子洗澡 她當然知道了 不能做證據的, 這樣就當證了 長官, 那個真是我新生兒子 那天真是我兒子 你先休息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 好了… 坐下… 你坐下, 我覺得… 現在阿英準確地說出 孩子生上的其他特徵 那你有什麼證據證明 孩子是你的堂弟弟過鍵給你的? 有, 當然有, 我證人都帶過來 不是, 從坐下幹什麼? 糟糕, 一塊木的, 出來說吧 你叫什麼名字? 阿英, 跟太子丙有什麼關係? 告訴掌官知, 我叫譚謙宗 我是潘儒人 跟阿炳哥是梳堂兄弟 因為我那個臭老婆 和我生了六個發骨龍 我又沒有本事 沒辦法把他們都養大 剛好阿炳哥又沒有小孩 我就把那個拉仔給他 你可否保證你所說的都是屬實 我告訴你, 做藝政很大罪 玩手錯了幾年 知道, 當然知道 你知道就好了 你對你剛才的證詞有什麼要補充的? 說過走官知, 居居屬實 我這堆還有一個小孩子的出生證明 那就去那邊打個手指毛吧 好 阿英, 你看得見了, 幹嘛說好說? 他們說謊, 他們一起說謊 那個兒子明明是我生的 什麼說謊? 我們人證物證物都有 是… 你們說謊, 你說謊 你怎麼說謊? 你經常被發仔涵發得這樣 你怎麼瘋成這樣 好了… 坐下… 是, 阿英, 我們警局辦案說的是證據 現在太子柄八姑人證物證驅在 而且證據確鑿作 我宣布, 那個孩子歸太子柄八姑一方所有 阿爺, 你這樣就被他拿了我兒子 我做人也沒意思, 我要死 你怎麼這麼瘋狂? 他見得多年輕, 他拿死你, 打我們 你死了, 死了, 死了, 死了 你死了, 死了, 死了, 死了 長官, 來吧, 請你趁著我 慢著 我有人證, 可以證明太子餅撒謊 人證呢? 給我一日時間 長官, 我反對 代理長官, 如果你草率這樣判定 很容易搞出人命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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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好, 為了公平公正 我再給你多一天時間 今天的審理倒置之中, 明天繼續 是 阿香, 現在唯有你出來證明 才能幫到阿英的孩子 不怕的 八姑知道會打死我的 不怕的, 如果她打你 即是等於報復 我們可以告她的嘛 對了, 還有 我們可以叫八姑 在公堂上的保證書簽紙的嘛 阿香, 你就把看到的、聽到的 大膽地說出來 那個孩子就能救救了嘛 是呀 是呀 麻煩你了 那我應該怎麼做 這樣, 你聊天 全證人 來, 出來吧 你這個壞蛋, 你在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別吵 劉麗瓶, 我警告你 這裡是警局, 不可以這麼放肆 阿香, 你要知道 你所說的話要負負責任 那你說吧 我怕 是呀, 長官, 這個壞女兒 她說話不能不相信 還可以的, 她經常說謊 由於她經常說謊 爸爸才打她而已 是呀… 是呀, 就因為在家裡 經常被人打, 她就不敢說話 長官, 你要給她一個保障 她才敢說話 是呀… 是呀… 別吵… 譚賢銘、劉麗瓶 我以你們保證 不可以因為阿香今天做證 而打擊報復 是呀… 保證就保證了 什麼霸併 記住她們倆說的話 阿香, 你說吧 那天我無意中聽到 丙叔和伯姑說 那個孩子是在廣寧那裡 跟一個叫李廣誠的人 賭錢贏回來的 原來賭錢贏回來的 蔣姑娘, 那個李廣誠 是阿英的老公 說明那個孩子就是阿英的親生兒子 是呀… 是呀… 你們倆聽到的 長官, 公公 這個壞女說話, 你也相信她嗎 那我說話信不信? 她說有說, 我說沒有說 現在口吞秘雅 哪有做證據, 真的 是呀, 怎麼說的 是呀… 別吵… 先坐下… 太子餅說的話也有道理 姜福, 她的證詞不可以作證據 阿香說的是真的 麻煩長官, 你一定要幫我主持公道 避回她看我 是呀… 是呀… 你相信我 是呀… 別吵架, 別吵架 阿香, 那個孩子突然抽筋 反了敗牙, 很害怕 是呀, 別吵架… 你別吵架, 你別吵架 姜師, 你出來的 去看看, 別吵架 別吵架, 阿英… 阿英, 別吵架 阿英,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別吵架 怎麼會這樣? 無緣無故好好地突然說 又反白眼, 留白抱 是呀… 是不是一出生就有病? 我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姜醫生, 我的孩子怎麼樣? 你這個孩子我替她做了熱位按摩 暫時舒緩下來 不過我懷疑她有先天性的驚訣 是呀, 她以前也試過一次的 包祖公, 一場街坊 別說我不提醒你 這個孩子有這樣的症狀 如果你們夫妻倆照顧不好 一發作很容易窒息死亡 死亡 死亡 這麼大件事嗎? 當然了, 你們要照顧吧 聽金生這麼說, 那個小子不行 脆脆手沒長過鞭 是否醫治了殺藥肺 不, 那時候就帶不了好運給我們 還把我們拖壞了 別說了, 吃虧了 你這個小子不要了, 走得快好世界 好呀… 長官, 我們看見阿櫻 就說這麼喜歡那個小孩, 對吧 是呀, 算了, 給他吧 我們不要了 是呀… 那個小孩是你們的過繼兒子嗎 過繼又怎樣 過繼又不是親生的 不過你只說過別人而已 是呀… 你要搞定他吧 既然你們這麼說 我也不想跟電視搞大 過去面簽個字吧 好… 現在我宣布那個小孩歸阿櫻所有 好… 謝謝長官, 謝謝你 不用謝謝…來… 金醫生, 來… 好, 給我 怎麼樣 金醫生, 明天你幫我寫上去報寫 讓他們報道一下我們 記得我的名字叫張富貴 警號147 一定寫… 接我的孩子吧 來… 快點去吧… 你也沒辦法… 來… 來… 快點去吧… 快點去吧… 我都下來了 來吧… 你也去哪裡 你聽得到嗎 放棄吧 那你請我們吃飯了嗎 是呀 你也想… 你倆的地方我不知道 怎麼做事實, 偽造證據 嚴重擾亂事發 罰了十萬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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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還有譚尊雲和你轉好運 你也不放不轉 轉雙雲 轉雙雲